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州市的林浦村 福州市林浦村位于福州市南台岛东北宇 北林大饼江南靠九曲山 是在苍苍区境内的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名村 是国家历史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有两个非常辉煌的时期 南宋末年和明代中叶 南宋末年之所以辉煌 是因为1276年首都林安失县之后 宋帝辗转来到福州 在这边有一个宋帝行宫 最让林浦人自豪的是 它这边是个近史之乡 从宋代到清代总共出了18位近史 可谓是全国第一近史乡 因为它的读书风气非常重 这边有连江书院 朱熹曾在此主持讲学 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 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进入林浦村 一探究竟吧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叫林浦书院 就是刚才介绍了几个著名经典之一 林浦书院呢 从唐朝已经有千年历史至今 这边最著名的是文昌阁 文昌阁是它的主楼 还有朱熹讲学的朱子厅 和朱熹的住宿 朱子池 这边以明代林浦林氏为首最为显刻 创造了一个七科八进士 三代五尚书的科举奇迹 现在我们身后是太潘宫 它原来是位于林浦的宋帝行宫 南宋德宥二年六帝肇事在福州登基 因为它从林安陷落之后 从海道辗转来到福州 这片广场呢 也曾经是文昌阳操练水师的地方 背后这个地方 背后这个湖啊 就是当年文昌阳水师所在的地方 是泰山宫的两个门绳 作为门上的那种守护绳 最早开始的时候 作为宋帝行宫 他是为了迎接这个宋帝的登基 首先在门上面做了浮雕 这是一系列的人物故事 并且为了让这个王器 有一定的流存吧 你看是彰显自己的王器 在这穹顶上 中间是双龙细珠 两边呢 是丹凤朝阳 整个系列都在说明的故事 虽然南宋王朝 萧城归萧城 王器却没有从此消失 还是在南宫中道 他管你躲在这里半年时间吗 但他后来是变成了这个 变为泰山公家不会除掉这样 没有变为环细 环细天比如 因为美兑员被它除掉 比如说干都都毁掉了 他变为泰山公家 他这样比如说有换事情 躲在这个城庙里面 躲一两年啊 比如说回去了都没事了这样 他就不敢放了 美国兵比如说 看见那个 泰山不会进来干嘛 是 因为他泰山这个是 当现在是 成立的 我们都保护神 保护神 保护神 我说空问台湾 空问台湾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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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干了 在东北里 现在不好多人 也辛苦你了 不好多人 不好多人 我们在这里分了 当在校尼 他是学在学会 我之前 找到学校生的景书 在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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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不太好 你跟他在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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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我跟她在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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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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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幕免得很痛苦 十字幕免得很痛苦 我怕你参ront 我会担心 我嫁为你 我只是很卡 我以前没人 我曾经度过 我曾经过 当你当年 许多久 我最好的 我梦��說過四峰 徹徹 昨天還沒回鄉 暖ott 死活的 你幹什麼 你會退休啊 不錯 你吃就比較靠一點 你看真的很難 快來 你看 像這樣說美鳳梨的感覺 開火燈了才會開火燈 這樣呢 它說明這個百姓的 就是什麼武姓 因為他可以 臉兵演武 開火燈了 它是火燈的 火燈的火燈 火燈的火燈 哦 火燈的火燈 啊 火燈的火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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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way 火燈的火燈 哈賊犯王 火燈的火燈 火燈的火燭 火燈的火燈 danced了 火燈的火燈 火燈的火燈 反正還會沒有 不容易 水的火燭 真的 ощущ嗎 這個 aktuell升聚 哇,真的浪漫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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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